国道警察接获通报 说有游览车蛇行正要拦查 这时游览车飞但没停 还直冲猛撞 警车零件被撞飞 车后方的小队长被撞倒 在地上不断翻滚 只差几公分 头就被车轮碾过 当时站在车后方的小队长 看车子直直冲过来 赶紧往一旁回避 但还是被车身擦撞 在马路上不断翻滚 滚了好几圈 在几十公尺外停下 立民远警赶紧上前查看 小队长差点就被车子撵过 所幸他只有受轻伤 没有生命危险 但这驾驶到底怎么回事 原来司机是疲劳驾驶 从远方看过来 这辆游览车摇摇晃晃 还把车开到曹化线上 没注意到警方在路边正要拦查 就直直往警车开去 眼看就要撞上了 才紧急往右转 向交流道出口开去 这名司机前一天早上六点 从台北载游客到大甲进乡 回到台北已经晚上十点 又直接开车到宜兰 中间都没有休息 而这样子拼命赶路 疲劳驾驶的行为十分危险 有可能酿成严重车祸 还差一点撞死警察 记者林医生周世平宜兰报导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